关于北市府花了多少钱买快筛剂 副市长黄珊珊在防疫记者会上表示 从1月18号到5月6号累计买了超过201万快筛剂 总金额达1.93亿元 中央拨发给地方的快筛剂全部都是用在公费快筛剂 给的对象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对象 我们并不能够把中央拨付的快筛剂拿去做个别的使用 所以这就是所有的公费快筛剂都是用在公费的对象 包括居家检疫居家隔离 那台北市政府自己采购的快筛剂 我们紧急的采购从 其实我们从1月份就开始有买 那累计到现在总共采购的数量是 201万4677剂 总采购金额高达1.93亿 1亿9366万2925元 那我们各机关都有采购 主要是因为每个机关它发生了相关的确诊个案 机关里面也必须要要求它的员工做快筛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机关 我们有十几个机关都有做相关的采购 那后来因为个别采购有状况 所以我们要要求由消防局来同意采购 所以消防局最后是同意采购 现在市府各机关的需求 最近我们又要下定100万剂 所以台北市目前为止是买了201万剂 高达1.93亿 我知道网路上有很多的图 很多的不实的讯息 在这边做特别的澄清 第二个部分是中央征用的快筛剂 我们刚刚讲的台北市的201万剂里面 目前为止我们有24万剂 厂商说没有办法到货 都是被中央征用 所以我们采购里面 201万剂 目前24万的厂商说 没有办法是中央征用走了 所以到货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稳定 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在征用快筛剂之后 其实就应该赶快快速的提供给人民能够取得 那虽然现在是用所谓的配给制 可是现在是让大家在药房排队 那我们地方上自己买到的货 可能还没有办法很稳定 那我们自己就处理过好几次 中央答应的量没有来 比如说之前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当天答应要来两万八千剂 然后后来说因为劳动节 他没有办法来 所以我们只好用自己的库存 先提供4千剂给北农 也就是说台北市政府自己所买的 相关的快筛剂就是要应付 这些中央拨付货品不够 或者是来不及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等中央拨付才去做 尤其是最近学校的状况非常多 所以我们教育局紧急采购一百万剂 也是用在先发给孩子 不可能等到中央拨付的来 我们再来提供 所以这件事情地方会自己购买 但是中央拨付的数量常常跟我们的需求有一点慢 虽然中央都有答应要提供 所以昨天部长应该是说 他有12万 我们要了12万剂 然后他们要给我们73万剂 但事实上 12.5万剂是5月4号申请的 现在还没有到 但是这12.5万剂 只有5月4号到5月8号 5天的需求量 当天的居家隔离的人数是2.5万人 也就是说这12.5万剂 是只有5天的需求量 到现在这一笔还没到 那中央有发文来 5月6号发文来说 他要给我们73万500剂 他会分几天配方 那目前也还没有到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跟中央拨付的 在台北市我们会统筹运用 但是中央拨付的数量 我们会全数用在公费筛检 公费的筛检 不会用在我们自己的机关 那目前中央已经拨付给我们 虽然有56万剂 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拨付出去 尤其是学校已经 早就已经发出去很多剂了 那除了给居家隔离用的快筛剂 其实还有非常多其他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卫生局要提供给 相关医疗人员的快筛剂 也就是各大医院 每一天很多医疗人员是必须要做快筛 这些医疗用途也都是需求的 那另外我们卫生局下定的部分 也会用在我们很多的机关 现在很多的地方都要求快筛阴性 才能上班上课 所以民众才会这么心急 那台北市政府包括交易局 我们采购的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也希望老师在相关的状况 有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行快筛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买了1亿9千万 到货数量买200亿万 现在只到货了136万 有24万被中央征用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事情理清楚 再强调一次 并不是政府 中央政府拨给我们的快筛剂不足 而是民间的快筛剂不足 那民间的快筛剂既然被中央征用的话 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尽速的 让市民都能够快速的拿到快筛剂 黄珊珊强调 并不是中央拨给地方政府快筛不足 而是民间快筛剂不足 她呼吁中央了解市民需求 快筛剂是人民武器 希望中央可以协助人民取得武器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非常好 而来 我们可以换成了一个小块 或是一种边缴的